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维持一个应急的法则 设想一下 如果是在古代大臣门上朝的时候 突然内急又该如何自处呢 这里我们得先了解古代朝会的时间 如果时间短 根本不用由此担忧 据到明会典记载 早朝时 大臣必须午夜起床 穿越半个京城前往五门 凌晨三点 大臣到达五门外灯后 当五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 大臣就要抬好队伍 到凌晨五点左右 钟声响起时 宫门开启 大臣于贯而入 上朝参政 朝会的时间通常都在一个时辰以上 散抄后 大臣回到各自岗位办公 末代皇帝普已在我的前半生意书中曾有过记载 当时的北京内城只允许七人居住 许多官员只能住在宣武门外 但是朝会在早上五点就已经开始了 对于住的比较远的大臣 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 坐经官实在辛苦 还没有多少游水 所以很多官员都希望待放到地方为官 当然了 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上朝 比如明代 清官不论品级高低皆需上朝 而清代 清官四品以上才可上朝 四品底下需有皇帝传诏才能入朝顶室 为了防止在朝堂上突然出现累积的情况 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上朝前 少吃饭 少喝水 在动身之前先排空肚子 有条件者会在口中含一口人参 来提审养员 应对功夫伐食的机内 尽管如此 仍有上年纪的大臣 因为封着肚子上朝 因低血糖而晕倒在朝堂之事发生 在唐朝静东皇帝在位时期经常揽政 很多大臣天不放量就赶来上朝 等了半天皇帝还不出现 一些年老的大臣身体支撑不住 又月又累 有如任励而驳着 晕倒了好几位 除了少吃少喝 聚在家里 有钱的大臣会上朝 拾在嘴里含上一份木头 此木头难金丝难木 用火烧烤如抹纸盖大小 含在嘴里可以缓解内积症状 显然 一般人是用不起这种奢侈品的 如果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计 最后只能搞投机了 再挂下 塞块后部 后来又演变未塞棉带 反正穿在藏在衣服里 也没人看得见 忍不住了就先排泄出一点 以此熬到朝会结束 不过在古代 皇帝也不是千天都上朝 如果赶上明朝后期的家境 万历 天启即位皇帝 多年不上朝 大臣们不用起早贪黑 反倒过得自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